做是玉女穿梭 首先,左脚内扣 右手变长的同时 右手首先下落 弧形上势 同时提右脚 往右后侧斜方跨出 脚跟落地 同时左手画弧 身体往右转 然后提左脚 两手斜的手臂相对 左脚往斜方跨出 抽掌 上撩 推掌 二 扣脚 右脚跟着地 弓部 边撩 推掌 三 两手交叉于胸前 左脚跨出 斜的方向 四 扣脚 两手交叉于胸前 右脚往后侧 右脚往后侧跨出 斜的方向 这个动作呢 叫玉女穿梭 它是四个斜方向的动作 它的步伐 以公布为主 首先看一下这个步伐 特别的步伐 特别是从单边到这个动作的连贯 连接部分 一 扣脚 二 提起右脚 往后侧跨出 公布 然后上左脚 往斜的方向跨出 公布 撇脚 一定要记住 公布了以后随着要撇脚 然后扣脚 以脚跟为轴扣 要扣足 千万不要扣一点 那样就转不过来了 一定要重心不变 内扣 然后呢 提右脚 首先脚到位 然后公布 转腰胯 撇脚 非常重要 然后再到这个斜方向 提脚 公布 撇脚 第四个还是和第二个一样 扣脚扣足了 然后提起右脚 往右后侧方跨出 脚跟先落地 身体还在这里 然后公布转腰 撇脚 一步到位 这四个动作呢 最难的地方 就是第二组和第四组 在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身体和脚的配合 扣脚扣完了 身体不要扣完了 随着这个右脚出去 这样很容易把重心偏离 摔倒 所以呢 太极拳 最讲究的 就是一个中定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握住这个中定 让脚先迈出去 重心还在左脚 等我们的脚落地以后稳固了 步子不需要太大 因为还要撇脚 所以呢 等我们落地稳了以后呢 根部转腰撇脚 这几个动作要一气合成 这样呢 这个动作就比较完整 还有呢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斜脚 还是那个斜脚 要注意脚与脚之间 有个距离 不能站在一条直线上 大家做正方向动作没问题 但是侧方向很多就是两个脚站在一条线上 位置怎么能纠正呢 可以看一下 从正方向 自己检查 这两个脚是否站在一条线上 如果不站在一条线上 那就对了 如果这两个脚值得退回来 在一条直线上 那就不对了 这是一个步法和步行 接下来呢 是手 手的动作也比较复杂 首先呢 是右手变长 然后自然下落 弧形上膨 等右手要膨起的时候呢 左手下去 跟着身体的转动到右侧 然后呢 右手停了 左手往右手合拢 含胸拔背 手呢 左手心 左手心 微向下 不是完全的 侧的 右手背 斜的 手背对手背 是斜的 接着 当左手往上揽的时候 左手翻掌 右手是抽掌 然后上揽 推掌 这个动作 一定要做到 含胸拔背 沉间坠折 这是个抽掌 拉开 然后推出去 要有一个节奏 同时一起拉开 左手往上 左手往上往前 右手往腰胯胸前 然后同时上撩了以后 右掌坐外 要推出去 当右掌推出去的时候 左手稍微往后抽一点 这样呢 有一个开 有一个同时的合 这个推掌应该在胸前 右手在右胸前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左手在额的前上方 沉间坠肘 右手在左手的前面 它是上撩 它是一个防守的动作 然后是一个攻击的动作 同样的 右边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 一个攻击的动作 当对方来击你的头部时候 你可以上撩 然后把他的劲 引到后面的同时 推掌